首先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 您進到我們這個教室之後啊 您可以看到 就是除了有所謂的訊息 算就是老師課場的訊息 好,那我們看到這個作業 有沒有發現我已經把不同的科別都分類分好了 哪一科的它的作業在哪裡 有沒有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這就是我剛剛跟各位提到的 就是如果你是一科 你就一個班級一個 這樣的話你會比較辛苦 但是對同學來講 這樣子他就是所有的 要繳交作業哪一科我都看得很清楚 好,那第二個就是 您所看到的畫面跟我會有一點不一樣 您上面是不是只看到三個 我的是不是還有一個成績 因為我現在是老師的身份 所以有一個成績 這個也是Google科技師的優點 因為Google科技師一打下去 哪個成績幾分全部都弄出來了 有沒有 因為我們前兩個禮拜有上課了 所以說那個有些就已經有分數在上面了 這樣您了解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 跟老師提一下 就是你可以所謂的利用主題 這個是在我們作業裡面 當我建立的時候 您可以看到這裡 它有分成這些作業的類型 然後呢,資料比較像是教材 它就是不是要同學繳交的 那麼另外下面這個主題 您就可以把它當成 像我們現在看到一樣 這叫資料夾的概念 主題就是資料夾的概念 好,所以呢 您如果從這個地方做 欸,就可以做 就可以幫這個作業做一些分類 當然因為您現在是學生 所以您不能直接建立 只能繳交而已 這樣了解了 好,所以呢 我們第二個要認識的就是 您要認識一下 這些所謂的作業類型 那麼比較標準的 比較標準就像您剛剛所看到的 就是一般的作業 好,一般的作業 所以麻煩老師 我們先來教 自然領域的這個作業好嗎 這個 視網膜裡面的那個 你看 我們在繳交作業的時候 老師在收作業 你看 我的畫面跟你有點不一樣對不對 有沒有哪些人教的 哪些人還沒教 有些平分的 是不是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這個作業呢 你可以把它打開 好,你可以把它打開 那 老師先回答一下好了 看看你會不會 會不會找錯地方 現在這邊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 我是用一般的帳號加入的 有沒有課堂作業在這裡 所以自然領域這個一點開 你就可以看 也就是說老師 您在出作業的時候 也可以出給他一些什麼 不管是影片的啊 還是那個 簡報啊 還是一般的文件 它可以變成附件 它就可以點開 那 重點是 你看 我把它打開 您看到的是像這樣 請問 要怎麼樣回答作業 你現在是當學生 請問是向這些同學在下面回答嗎 很抱歉喔 你在這裡叫做 老師 我有問題 我對這個就會有問題 不是回答作業 教作業在哪裡 是在右手邊 有 有 這是Google科斯頓 教作業的方法 是從右手邊 那 我們這種一般的作業就是 你可以按建立 你可以選擇 欸我就開一個 好 如果你是已經先用 你的答案 這樣了解嗎 所以 這邊的留言 只是 針對老師的作業 提出一個問題喔 這裡 我先拿 允許一下 有沒有 就進來了 那 這個 檔案呢 就會存在老師的雲端硬碟上 而且它有個好處 您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 他在這邊 除了作業的名稱 前面會加上我的名字 這樣 哪一個人的作業 有沒有看得比較清楚 等一下我們可以進到那個雲端 你也看 你就會更清楚 所以 在這邊才打上我的答案 這樣老師有了解了嗎 所以他的腳交作業是像這樣 好的 那你有了對不對 然後按下腳交 這樣 才是真摯的 把它交卷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因為 剛開始老師也不習慣嘛 以為說他這邊留言就好了 其實不是在右手邊 好 如果你覺得 真的 答錯了 你可以取消 腳交第二次 如果你有比較私密的留言 你就在這邊 只有老師看得到 就不像剛剛左邊那個 是大家都會看到的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那麼 既然大家交了 我們來看看 到底 大家的作業 你看六個腳交有沒有 有沒有 這裡馬上更新了 我們來看一下喔 按下去 有沒有 誰有交 誰沒交 點下去 是不是都看得很清楚 誰沒交 是不是都看得到 對不對 那 在這邊呢 我們就看一下 喔 這裡 我剛剛交的 你就可以點開 是不是就看到了 看到之後 你可以從右手邊這裡 好 有沒有 成績可以打進去的 隨便亂寫 零分 哈哈哈哈 對不對 那你可以給他一些什麼 註解 你怎麼可以隨便亂寫呢 對不對 好的 如果OK了 你就按八環 當然你也可以在這裡 如果真的有需要 你可以告訴他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哈哈 註解 他打開這個文件 就會看到老師 有這個評語 這樣也可以 好 這個 所以他都還蠻靈活的 最後如果好了 你就按發環 發環回去代表 你已經評分完了 那他會收到通知 那這個通知呢 包括兩個地方 一個 他的信箱會收到 裡面 第二個 他會看到 喔 他的分數是幾分 這樣了解嗎 好 那我們就先看一下囉 我在這邊 給您看一下 剛剛這位同學的 你看 我已經 弄出來了 我回頭 回到這裡來 看一下課堂作業 已經評分 查看作業 已經評分 沒有嗎 評分 我應該看得到 沒有看到 好 重整一下 評分 評分 沒有 好 沒關係 原則障礙 他如果有看到 應該會像這樣子 他就可以收到通知 那麼這個 這樣子 是不是就看得很清楚 當然如果老師 比較快的也可以在這邊直接打 有沒有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剛剛老師看到的這個呢 你看 我現在在雲端硬碟裡面 有沒有 可惜 我們剛剛說 他是會幫我們自動整理作業 你點開之後 每一個班都有自己獨立的一個 有沒有看到 這裡 點進去 每位同學的資料 是不是都收集好了 這樣您就不用那麼辛苦 還要說 請同學記得交交 裡面通通都交上來了 那你從上面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同學哪些作業是有 哪些是沒有的 那你這些評分好了之後 一樣的 我們回到這邊來 回到這邊 你的成績 是不是都可以看得到 所有的通通都會列出來 好 這個是比較一般類型的 像這樣 那也可以用簡答的 好 也可以用簡答的 那剛剛這種就是比較一般類型 所以 如果說我們在建立作業的時候 你看 點進來 好 有標題 有選項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附件 他的附件 像我剛剛是YouTube影片 我就是在這裡 直接給他YouTube網址就好 那麼 如果您的附件 可能是真的是一個附件檔案 還是來自雲端硬碟的 你就直接給他 選擇好 這樣就可以使用 這樣了解嗎 那有一個比較重要 就是我們剛剛 不是說你要善用您的 那個叫做主題嗎 對不對 分類啊 所以 在這邊你可以自己選擇 喔 這個是屬於自然領域的 還是哪一個領域的 這樣你的作業 就不會跑到別人那邊去 這樣老師OK嗎 那你的分數多少分啊 這些你們都可以在這裡 就直接去指定 這個是我們在使用那個 所謂的 Google開始問的時候 您可以留意一下的 所謂的一般類型的 一般類型的 那麼 其實呢 他還有很多其他的類型的 這種作業 那麼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有所謂的 叫做 叫做那種 應該是評量式的喔 老師可以看一下我們 國文科這裡 有沒有 有一個叫評分量表 你可以用選擇題 這個沒有問題啊 這個大家都會 我就 時間不是很夠 我就不講 但是這個 您倒是可以參考 因為一般我們 不管是國文的作文 或是英文的作文 評分是不是有很多標準 對不對 那麼同學到底要怎麼樣知道 我答的好還是不好 那 你可以在這邊 把你的標準列出來 那 我先點進去給您看一下 點進去像這樣子 這個呢 我們就請他來寫一篇文章 對不對 寫一篇文章 那下面這裡有沒有評分量表 告訴你說 我有幾項準則 總分是多少 各站的比例多少 那了解了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先看同學的 同學的畫面 來你看 同學要繳交這個作文 國文的 你可以找到國文的 國文的 這裡有個評分量表 點進去 好 不好意思 我已經繳交了 直接查看作業 有沒有看到 這裡 組織結構有三個 對不對 三個等級 你可以打開 有寫 結構完整的就30分 基本的20分 有符合文章組織 就是墨水分數的10分 對不對 那這樣評分是不是就看得比較清楚 那繳交的方法還是一樣 就是從右上角這裡 可是 您在評分的時候呢 它的方式就跟我們剛剛直接給一個分數不一樣喔 我們來看看老師的畫面怎麼樣 來你看這裡 你看 老師的畫面 查看作業 8個已經繳交的 好 我就點進來 我就先看有繳交的 好 這邊 有這樣出來了有沒有 假設有交這樣 你看右手邊 老師在給成績的時候 誒我們來看一下 誒 這個幾分 你就看看 它符合哪一個標準 好這個符合 文章組織 有沒有 點這樣就10分 就放上去了 當然如果你已經知道了 其實直接從這裡點 也可以 有沒有 這個直接點也可以 好再往下 有沒有 老師覺得這樣改作業突然變得比較容易一點 尤其不是那種標準的選擇體啊 或是非體的 你可以給它一個比較明確的一個 就是 回答 那好的就按發環 有沒有都一樣 一樣的方式齁 那所以您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改作業 我覺得這個是 是Question的優點 所以他在看這一塊的時候 就相對變得很方便 這個是 像這樣子 所以 我們的課堂作業裡面 這些類型啊 您就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在這邊 那至於訊息算那個還好啦 就是您發佈那個訊息的部分 這邊就先不講 那Google Meet呢 暫時也不能整合 沒關係 就是因為我們學校沒有用 所以我們就不介紹那一塊 那剩下的 這一塊就是我介紹一下 我的那個 班農教學現行記這個寫作平台 如果說老師有興趣 您再進到我那個平台上 進來裡面 您就可以找到更多 這個是OBS的 這個 對不對 這個 您進來之後 就有很多一些小工具 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好 請問 老師這樣子 對於Google Classroom 還可以 了解嗎 可以啦 其實Google Classroom不難 對不對 你看我們的 Web S也不難 重點是說 老師要怎麼用 怎麼樣 用在您的教學上 用在您的班級經營上 這樣子您才可以比較方便的 收作業也好 或者就是跟同學做溝通 因為現在說真的 也許以後 這樣的情景會變成常態 那我們做好準備 就不怕 以後萬一遇到時候 兵荒馬亂 對不對 OK 好那我們今天可能時間 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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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